上一期我带着雨泉去云南 寻找稀有一种蓝鸡罗的视频 不是火了吗 竟然差不多有1亿人看过 于是一个泰国钓友发了消息 说在泰国的一个原始森林里 生活着成群巨型的蓝鸡罗 而且他们能帮我联系到 当地非常有名的独眼船长 据说他找于能力一流 一定能带我们结束 这哪里能认 我立马带雨泉 飞去泰国找他 这就是秀兰湖了万一过来 这里应该算是泰国非常小众的景点了 马上几乎查不到什么信息 因为真的非常原始 听说山里还有什么长壁园啊 犀鸟啊什么的 没什么商业化的痕迹 这个码头 这个码头这也就算是 当地比较商业化的地方了 越是这种地方雨越多 这就接下来两天 我们要坐在长尾巴的牧船 它引擎都是这种超长 那楼权档在这边 发动机在这边 据说这样的设计 可以轻松穿过原始森林里 夺杂的地形 想想就次这样 这个就是当地非常出名的独眼船长 一上来就给我们看了 昨天钓到的巨型蓝吉罗 所以让我们放弃 这里蓝吉罗多的是 一定带我们钓到 像不像 像不像海岛 像不像是淡水岛 像海岛啊 你看那岛 最近在退水 看到了吗 原来这个岛都是被淹没掉的 只有上面的树枝 现在已经退到这了 哦 这样的话鱼口会比较好 因为它鱼比较集中 哦真的吗 那我们来的时候了呗 绝对是时候了 吼 内幕啦 家营们终于赶上一次好时候了 船长主要带我们熟悉玩环境 也完神 直接去渔情最好的调点 待会前面就是鱼窝了 咱们得多少准备啊 哎呦 你怎么又换新手机了 这是走下脚领的呀 这次活动升级 他们准备了5000分1TB的14 Pro Max 颜色任选 24小时包到家 这么好啊 活动持续多久啊 只要链接还在 活动准备 而且考虑到有的人用不惯苹果 还特意准备了同等份的 画Amate XSR折叠品 游戏上线就送VIP 手冲一元就送顶级装备 直接两道大Boss 会玩的参加空间活动 最高还能再给三万的 我神 那今天咱们钓完游下去 这福利可不得人啊 嗯 快去吧 数量有限 先到先得 这片峡谷就是这些天 渔情最好的地方 船长说那个小游戳 就是渔沃 第一个下竿的肯定中 钓法非常简单 而用这种长得像小虫子的夹 要精准的跑到游戳深处 接着等耳沉到水底渔沃处 慢慢上台港子 模仿小虫子游戳 完几了就会抢着吃掉 得打得足够精准才行 所以船长现在让我们做好准备 他把船推到一个好的位置 争取我们第一干就能打准位置 然后就种鱼 要是打歪了 就特别容易进到鱼 准吧 我这个贼准 哈哈哈哈 船长对我露出了满意的笑容 但跑了好几站一点动静 船长觉得奇怪 说有可能游到附近的枯木林里去了 就是这种有木头在水里面的地方 鱼超多 真的吗 这种地心 哦 靠 巨完美 这是这些木头底下 就是大鱼藏成的地方是吧 还是一口没有 想象中有点不一样 想象中第一根下就来鱼了 哈哈哈 船长让我们别着说 还有个地方肯定有 你看这种路口 两个岛中间它有个水路 嗯 从这里路过 哦 非常好等你看一下 哦 哦 这种路口是吗 哇塞 王伯伯 这袋鱼 鱼会以为水面上有鱼 鱼群或者小果子什么的 然后鱼就过来 我们就给开吊了 这个时候动作要轻一点 水下的鱼应该已经都聚过来了 大鱼 就绿色 啊 船长也急眼地坐过 第一声人家只不责开船 哈哈哈哈 这海子要淡水掉 船长都得亲自上手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船长出来 换地方 船长也好 船长说 近的地方没有的话 只能带我们去湖区 另一头的原始森林深处试试了 我们刚刚从这小弯子里面开出来了 然后我还问船长 这里是不是舅兰湖的中心 船长说这里是另一个弯子 其实舅兰湖还有很大的一遍 哈哈 这里只有多大王一波 哈哈 船长说开到墓地 就接近两个小时左右的时间 平时不用跑去那么远 但今天于这个情况 只能清大了 那你看着就有鱼 看着就有鱼的样子 我去一下 带来家了 带来家了 长臂园 我靠 这里这么野的吗 大鸡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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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着我中鱼吧 中鱼 去 去点全是鱼 出来了 看到没 咬了一口吓死我 精神了 精神了 我弟妈 没白跑那么远 这不是淘上鱼过了吗 哇 突然天气大变 哇原始森林里面 真是天气说 说变就变 哇 下大雨了 嗚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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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应该下一小货就没了吧 哇 嗚呼 嗚呼 好冷好冷 啊 它顺水 看到没 山山湿透我靠 冷冷的冰雨在汽车身上胡乱的拍啊 这也太贝了吧 船长说上一整招 都是好天气 咋就突然暴雨了呢 鱼一大雨也都不见了 船长说得赶紧找地方炸药生活 只能明天再接着带我们钓来 应该有三四斤 怎么打 我真的是